要说法兰西最美的女人 苏菲马索必须排在榜首 这位年仅14岁就被评选为法兰西之吻的女星 自1980年出道以后 因为眼神忧郁又迷人 长相甜美又多情 在90年代成为欧洲人心目中最美的法式玫瑰 在她从影的40多年里 她凭借着过人的实力 在好莱坞商业片和法国文艺片领域游刃有余 超长待机的演艺生涯里 她的电影形象非常百变 从中世纪的法国公主易莎贝拉 到17世纪的爵士明灵马奇斯 再到19世纪 列夫托尔斯泰比下的悲情贵妇安娜卡列尼娜 以及现代剧里差点嘎掉邦德的最美邦女郎 苏菲马索总是在颠覆自己以往的电影形象 让影迷除了能欣赏到她本身的美丽以外 还能感受到她演艺的角色的魅力 从而越发感慨 长得好看的女人 其实是可以让美貌与演技并存的 今天就来盘点一下 苏菲马索 那些年代跨度特别长的电影造型 1995年29岁的苏菲马索 出演了史诗集大片勇敢的心 在这部时间背景 设定在13世纪末的电影里 苏菲马索扮演了英格兰君主 爱德华仪式的妻子伊莎贝拉 13世纪的王室服装 让苏菲马索看起来既高贵又典雅 尤其是这件红蓝配色的长袍 有着中世纪英国王室服装最经典的配色 华丽的王冠和白色投杀的设计 既凸显了着装的隆重感 又让苏菲马索王后的金贵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时间往后推两年 31岁的苏菲马索出演了剧情电影《马奇斯》 马奇斯是17世纪非常有名的戏剧名领 因为特别擅长舞蹈表演 原本生活在贫穷下层社会的马奇斯 被剧作家莫里埃看重 从而走上了巴黎繁华的戏剧舞台 并获得了《太阳王》路易十四的青睐 苏菲马索17世纪的巴洛克裙 为了迎合角色的设定 会设计的更有舞台的表现力 比如这条红绿配色的巴洛克裙 裙子上半身的设计 依然保留了巴洛克裙的竖形紧身衣 裙摆和外搭的披风 用粉红色的布料裁剪成花瓣拼接而成 配上藤条树枝做成的头冠 让苏菲马索爵士明灵的形象非常掀起 而影片的开头 那一直感动莫里埃的舞曲里 马奇斯的舞台服虽然破败不堪 并且布满了厚厚的缠垢 但马奇斯在语中字意舞蹈的样子 让那一身破烂的舞裙 也变得有骨子原始野性的美感 而同一年 苏菲马索还出演了安娜卡列尼娜 作为托尔斯泰比下非常有名的悲情角色 苏菲马索穿上了19世纪末 展现贵妇优雅形象的巴斯尔裙 纵观影史每一版《安娜卡列尼娜》 你会发现 安娜在与沃伦斯基萌芽爱情的那支舞曲里 她华丽的巴斯尔裙 都是采用了全黑的配色 用戏服的颜色 提前预告了这段不被世俗认可的爱情 终将以悲剧的方式收场 但不妨碍穿着这条巴斯尔裙的苏菲马索 美得名艳又动人 而影片的最后 安娜卧鬼自枪的戏份里 她同样也穿了一条黑色的巴斯尔裙 只是比起穿华丽婉装的名艳安娜 这时候的安娜 眼里看不到一丝光亮 这一前一后的颜色呼应 把安娜这个角色的悲情分为 渲染得更浓郁 到了2003年37岁的苏菲马索 出演了当阿里克斯遇到爱玛 她饰演的角色 存在于男主的小说里 而小说的时间背景 设定在指最精密的20年代 为了符合角色的设计 苏菲马索穿上了1920年代 西方女性非常流行的宽版连衣裙 她在影片里第一次出场 就穿了一条宽松的背心裙 裙子的外面 还外照了一件同颜色同材质的罩衫 脖子上用珍珠扣针叠着的白色丝巾 让这一身轻盈轻透的着装 显得更灵动 苏菲马索还会穿到碎花图案的连衣裙 她与男主在花园里弹心穿着的红色碎花裙 依然保留了宽版型低腰线的设计 斗碰样式的衣领 让这条裙子看起来更有着装的层次感 吊坠长项链 还有花朵帽子 以及妻儿短发 都是那个年代 女性个性造型的标配 而苏菲马索在现代剧里最出彩的电影造型 出自1999年上映的《007之黑日危机》 这部无数人都为反派举大旗的电影里 苏菲马索扮演的帮女郎是为蛇心美人 被誉为是最好看的007影片 苏菲马索在影片里有两条华丽的礼裙 一条是大红色的 吊带款式的礼裙 裙身坠满了发光的米珠和精致的刺绣 那一抹高光质感的披薄 让这一身高贵的礼裙看上去更优雅 耳环配饰和大红唇还提升了造型的精致感 而另一条礼裙是紫色的 上半身用半透明的薄纱加银丝刺绣制作 下半身是丝滑的断面裙摆 这样款式的礼裙 真的需要苏菲马索这样的美人脸蛋 和修长的身材才能穿出高定的效果 当然苏菲马索好看的电影造型 不局限于我提到的这些 作为法兰西最美的玫瑰 它的外在已经到了披麻袋都好看的程度 只是电影的戏服 依然是演员塑造角色最好的武器 也是提升电影美学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那么你更喜欢苏菲马索的古装造型 还是现代剧里的造型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